乱丢垃圾的人要小心挨罚哦 高雄市古山区清洁队 日前就在临海二路开出两张违规罚单 原来是不久前环保局接获民众投诉 临海二路被人乱丢垃圾 还堆着像小山一样多 清洁队也随即加强取缔 并且装设了移动式摄影机双管齐下 希望民众不要养成乱丢垃圾的坏习惯 尽管垃圾不落地政策已经许续多年 走在大街小巷 难免还是会发现一包包招人弃聚的垃圾 而且数量累积越来越多 成了破坏续容的脏乱点 不久前就有民众投诉 古山区临海路上被人乱丢垃圾堆积庐山 要求市府尽速解决 第一就是我们早上白天跟晚上 各有一班的车子做加强轻运 清除这些脏乱点 第二就是我们会调配 对其他地方的监视器 我们来安装在这个附近 做一个重点的查核 果然一个上午 古山区清洁队就在统一热点 开出两张1200的罚单 并且增派人员巡视机查 加上移动式监视器双向取缔 记者到场时并没有新增的垃圾 有现场抓到两位违规的民众 那我们当然就依法给他开出乱丢垃圾的罚单 一张罚单是1200 那民众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很强烈的反应 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动作是违规的 古山区清洁队研判 连海路巷弄狭小 人口趋势也呈现高龄化 除了取缔 也会请里长协助劝说 共同维护市容环境 我们会拜托里长 那里长有很多的无奈 因为他也不可能跟我们一样 24小时守在这边 他也只能帮我们去做劝导 那民众能够听的 跟违规的可能各有各占各的比例吧 贪图一时的方便 随手丢弃垃圾的坏习惯 不止影响是容观瞻 也会遭流浪狗咬破觅食 而满目苍疑 引发严重环境卫生问题 提醒民众爱护环境人员有责 别忘了监视器会录下违规行为 千万别跟荷包过不去 记者张世民罗绍军 高松报道